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继续我们的那后来呢这个系列 讲讲当年的东欧巨变以及包括苏联解体前南斯拉夫解体前后的那些过往 不过说来很遗憾 对于这些前共产国家的历史 其实对未来的中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但是记录这段历史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华人学者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查资料是非常的困难 而且这些国家呢又都不是英语国家说来呢这我就没办法了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当然呢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做这个系列它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系列的第1期节目说的是罗马尼亚 在当初东欧巨变的那7个国家里边罗马尼亚可以说是占了一个之最 那就是最差的那个 说到当初的那场12月革命 其实呢并不是一次群众自发的民主革命 当然呢当时确实有一个骚乱的大背景 结果却被统治集团的一些精英们抓住和利用了这次机会 你像最后追捕齐奥塞斯库的那些人 包括最后杀老齐的那些人 其实都是体制内的人 并不是什么民主力量 你像用老齐太太的话说 这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说呢罗马尼亚的这场革命 总的来说它更像是一次政变 是一次体制内部爆发的一次夺权政变 它的民主意义民主的含义 其实并不强烈 罗马尼亚是在东欧民主的转型中 唯一的一个杀了最高领导人的 导致流血的一个 因为当时革命的不太彻底 结果被党内的精英们所劫持 所以它最后的转型也最慢 最不彻底拖了很长的时间 直到今天 还没有到那种稳定的民主形态 到今天 它的政治上还有很多的问题 说到罗马尼亚人的生活 到现在也没有达到人们当初的那个期待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依然还是欧洲 最穷的国家之一 所以说呢 当初那场革命的质量比较低 也就决定了未来的道路的坎坷和艰难 说完那个最差的 今天我们再说另一个极端 那就是另一个之最 我们再说说 最好的 这就是那场著名的 甚至有点浪漫色彩的 天鹅戎革命 这可是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 这里边有领导人 有民主思想 有长期的前期准备 有深厚的民间基础 有强大的外部压力 而且那些前朝官员事后都被彻底的扫地出局 一切的要素他都完美的具备 最终这场天鹅戎革命是永垂史册 成为了一个令人崇拜 和期盼的一个典型的样板 今天呢我们就讲讲 这段故事 说到天鹅戎革命 这是捷克人民发起的一场 非暴力革命 尽管那整个过程是有些波折了 但在整个的过程中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政权是和平更替 就宛如天鹅戎般的平和和顺滑 你拿那手摸那个天鹅戎那个感觉 就是这场革命的感觉 这场为期不到12天的民主革命 是从1989年11月17号的大规模示威开始 从头到尾 没有打碎一块玻璃 没有点燃一辆小汽车 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的激烈行为 没有以往那种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激烈的对抗 没有流一滴血 和平的实现了政权的更替 前面我们这说的是开头 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那后来呢 下边我们就干脆直接来说说结尾 捷克呢现在被联合国命名为发达国家 其实按着世界银行的标准 早在2006年就已经是发达国家 捷克的人均GDP现在已经突破了2.3万美元 是前共产国家里边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现在国家呢高度工业化 拥有欧盟最低的失业率 你像那个代表着治安的社会和平指数 捷克全球排名第7 以2020年为例 捷克的幸福指数全球排名第19位 人均GDP世界排在第35位 是中国的两倍多 说到捷克的人均购买力这个特别重要 世界排名第30 超过了意大利和西班牙 他的人类发展指数 这是另外一个综合的参考指标 世界第26位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 说到政治稳定 经济学人呢给 捷克的民主指数打了个评分 是8.19分 世界排名第17位 超过了美国日本和韩国 所以说综合起来 作为一个曾经的共产国家 现在的捷克 那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 而且呢政治昌明 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福利到位 人民是安居乐业 说到这一切 都要取决于当年的那场革命 那场转型 做的彻底和到位 一切呢好像都水到渠成 一个成熟的民主革命 最后就催生出了一个 快速成熟的一个 现代民主国家 说到捷克人民 那可是非常伟大 非常的了不起 说到这场田阳荣革命之所以取得这么了不起的成果 这么一个成就 因为他之前有着两个影响巨大的热身和准备活动 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布拉格之春 一个就是七七事件 因为这两个大的运动呢 头绪太多 为了清楚的描述这两场运动 我们干脆就把目光聚焦在 两个人的身上 说到第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杜布切克 1968年的1月5号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就当选了 杰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 当时在专制统治下的杰克斯洛伐克 从此就开启了一场激烈的自由化进程 说到当时的国际大背景 前面的苏联老大哥出了个赫鲁晓夫 所以就在之后的其他的一些共产国家里边 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的改革派的人物 当然后来这些人呢也都纷纷失利 赫鲁晓夫一垮 这帮人也都跟着都垮了 这帮人呢后来跟着赫鲁晓夫都被冠名为是修正主义分子 那中国有吗 有 中国的这号人物严格说就是刘少奇 当然也包括邓小平 而杰克的这号人物就是这位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当时放松了对整个社会的管制 特别是杰克斯洛伐克的新闻审查制度和那个秘密警察制度 被彻底的废除了 当然尽管呢你还不能算是彻底的解除了报警 但媒体都是官办的 也可以随便说话了 当时呢像一些电台各方面的民间都可以都自己做 一时间当时布拉格的报纸上充满了对苏联领导人的各种各样的嘲讽 那时候已经是伯列尔涅夫了 这学生当时也跟着起哄组织了一系列的静坐活动 这个布拉格 一下就成了世界关注的一个中心 说到整个的这场改革运动就被称作是布拉格之春 随着改革进程的快速推进 那民众要求的就更多了 他们要求变革的呼声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强烈 结果这就让莫斯科的那位 伯列尔涅夫 和捷克高层的一些保守派 坐立不安 1968年的8月21号 苏联军队开到了捷克的境内 布拉格之春遭到了镇压 从此就开始了历时20年的苏军占领状态 到此为止改革破产 国破家亡 杜布切克是被迫辞职 后来怎么着呢 后来把他给发到了一个伐木场 让他去砍木头去了 随时有秘密警察随时监视着他 到这步呢先把这位老杜 按下布表 说到这场布拉格之春 一场大的轰轰烈烈的改革 多长时间 只持续了短短的 六个月 之后就被快速的扑杀 但是 这就算是一颗种子 深深地中到了 捷克人民的心里 你像后来 捷克有一个大歌手 著名的流行歌手 叫马塔 一个女歌手 他在一首歌词里边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说布拉格之春给了我们力量 他给了我们呼吸自由空气的一个机会 从而增强了我们对自由的渴望 这种渴望 陪伴了我们随后的 二十年 这是这位大歌手 在他的一首歌里写的这样的歌词 所以说看了 别看当初仅仅只有六个月 这颗种子 深深地种到了人们的心里 这个意义 可是非常深远的 大家注意啊 这像不像是当年的那场 六四 下边那就是第2个重大的事件 那就是七七事件 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那就是老师哈维尔 哈维尔他当时的社会身份是一作家和剧作家 当苏军占领布拉格的时候当时他只有32岁 32岁的哈维尔当时有一个什么自由之声广播电台 他就在那个电台里向全世界就报告了苏军 和捷供的种种的暴行 那你在电台里说这个那人家还不收拾他呀 结果作品全部下架 把他给发到一个酿酒厂里边 监视劳动 这一干干了可就将近有10年 到了1977年的1月 当时有241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 以及一些其他阶层的人士吧 包括一些艺术家等等 他们联合签署并发布了要求保护基本人权的一个宣言 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是有名的那个 77宪章 后来小波他们搞08宪章的时候 很大程度上也是参考了这个77宪章 说到这个宪章运动呢 他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组织 也没有什么常设机构 也没有固定的领导人 他就是一个社会的公开活动 谁来都成 只要你愿意签字 你赞同 你就是这个77宪章运动的一员了 当然呢这件事 他主要的那个发起人和代言人 来讲这件事 张罗这件事的 就是哈维尔 当然主要的内容跟小波一样 所有宪章的内容并不是他亲笔全写的 但是他是主要的发起人 哈维尔呢因为组织这个宪章的运动 他就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被剥夺了作家的一切的权利 另外呢那还是国营的啊那个酒厂的活你也别干了 导致他后来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而且天天都要遭到当局的盘问和搜查 就是这样 还是不服 哈维尔呢就给当时的总书记 党的总书记胡萨克 写了一封公开信 公开批判在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 人性的腐败和制度本身的衰败 这就等于是公开反党了 至于这封公开信 那算是一个人类的历史文献 在网络上都能找得到啊 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哈维尔就被抓捕 以危害共和国利益为名判处了他14个月的有期徒刑 之后又以颠覆共和国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 到这就是删颠罪 4年半加上那14个月这就6年多 哈维尔呢在监狱里的时间他实际待的待了5年以上 但在这时候因为他屡次的顽强英勇的顶着压力他还这么干啊 特别是搞这个积极宪章 同时遭到了当局严厉的打压 两边配合 就使这哈维尔 出了大名 他已经变成整个民主派里的 第1人 当时就成了世界名人 当时主要是在西方 他的书争相被那些年轻人们传看 这时候捷克呢他有一个背景 他需要从欧洲那些大国像德国法国等等的吧申请经济援助 捷克原来在共产国家之前可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 结果现在让共产党统治到这步 没办法了穷得过不下去了 需要那些欧洲富裕国家的援助 而当时在欧洲管发救济的部门就是欧洲议会 欧洲议会当时对捷克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你要是对这个人这样我就不给你援助 所以说没办法 捷克当局只好以治肺病的理由让这个哈维尔就出狱了 那还有剩下不到一年的刑期呢 得当时就以国家40年大庆的理由 都给赦免了 这都算了 但之后呢这哈维尔出来了 他坚持宣讲他的七级宪章 结果就多次被拘留 1988年他又搞了一个公民自由运动宣言 这就更厉害了 再次被捕 结果这就到了那个令人热血沸腾令人难忘的1989年 这一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 都值得大书特书 结果就在这一年的6月4号的那一天 中国的那些抗议者们遭到了血腥的屠杀 而在旁边的那个波兰却在这同一天 团结工会 赢得了选举 他们一举拿下了惊人的超过99%的议席 一看到瓦文萨他们取得了如此空前的胜利 捷克的人们那可就坐不住了 8月21号 那就是苏联入侵捷克21年的纪念日 当时布拉格就爆发了游行 要求苏军滚蛋 10月28号 捷克斯洛伐克建国71周年的国庆 数万布拉格人就涌进了广场 当时高喊自由民主 甚至有人喊 捷克的那个领导人你给我下台 当时警察可是抓人的 抓了几百人 最后就到了11月17号这一天 这是个什么日子 这是二战的时候 有一个捷克当时的大学生 反抗希特勒暴行的纪念日 当时很多人遭到了屠杀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纪念日 结果这是个大学生的纪念日在这一天 布拉格的大学生们可就全都出来了 这时的主张已经非常明确了 要求民主 要求共产党下台 之前呢还有点遮遮掩掩 还有点喊不出声 现在公开大声喊共产党下台 然后这个示威很快就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每天的示威人数都在几十万人以上 而且人们不回家晚上夜里就在这广场上 夜以继日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 结果到了11月20号这天 整个的形势就达到了最高潮 那位刚刚走出共产党监狱的哈维尔先生 直接就来到了广场 对面前50万的民众发表了一个演讲 强烈要求 共产党下台 这一段呢因为太过珍贵这是有纪录片的啊 我看过这段纪录片的片段 在那一刻啊 你看这个小个子男人 哈维尔先生其实个儿不高啊 演讲应该说也并不是他的长相啊 没有那种像过去那些称职人物 山呼海啸的那种煽动力 他就是那么讲 但你看着这个小个子男人在那一刻显得是无比的高大 我记得最早我看这段纪录片的时候 看得我是热泪盈眶 整个示威 持续到了第12天的时候 到了11月29号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开会 这是个什么单位呢 相当于中国的人大 经过了六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 通过了宪法法律的修正 取消了1960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宪法中 关于共产党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中共不也有这条吗 以及关于民族阵线和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进行教育的第4条第6条和第16条 从此 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垄断地位 从这在宪法上就被终结了 但是呢双方一直还在谈 哈维尔先生呢 他们一直搞了个公民论坛 就是当年 张罗七七宪章的那200多位学者 艺术家等等的吧 当时还有各种的社会贤达 他们组成了一个公民论坛 和政府一直在进行紧张的交涉 要求他们放下权力 结果一直谈到了1989年的12月28日的深夜 到这一刻哈维尔和他的伙伴们这里边 就包括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杜布切克 他们呢缓步走到了一个可以俯瞰 整个广场的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大阳台上 在当时无数的摄像头下 向深夜还在那守候在广场上的几十万人 宣读了当时他们的公民论坛和捷克政府代表 谈判结果的公告 宣布统治者已经同意 交出政权 大家想象啊那一刻人们就疯了 当时人们呢高声的欢呼哈维尔总统哈维尔总统 这是其中的一个口号 这个音量是最大的 到了1990年的6月 捷克斯洛伐克就开始了第1次真正的民主选举 结果哈维尔以87%的高票 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民选总统 到这呢我们也回过头来我们也总结一下 先说说前面的那位杜布切克 天鹅戎革命爆发这老杜呢就离开了那个伐木场 那都革命了我还砍树这哪行啊 他就积极的参与了进来 等这一个多月的革命成功之后 老杜呢就出任了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党主席 后来呢他就出任了整个联邦国会的议长 因为他德高望重嘛当了议长 同年他获得了一个大的人权奖 叫撒哈罗夫奖 这是一个俄罗斯人命名的一个著名的人权奖 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 老杜呢就遭到了车祸 同年11月因为车祸 重伤 去世 说到这位杰克改革的先驱者他留下了一句名言 那就是 你可以摧毁花朵 但你无法 阻止 春天 我想把这句话也送给中国的那位独裁者 习近平 你可以摧毁花朵 但是你无法 阻挡春天 下边呢我们再说说杰共 布拉格之春以后那位杜布切克被开除了党籍 苏联军队来了嘛杰克被占领 结果杜布切克就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由胡萨克来接任 这位胡萨克呢一开始他也算是一个改革派来着 你像在这个布拉格之春这半年的时间里 他是副总理 但他后来呢被苏联人选中他就成为了苏联在杰克的代理人 胡萨克后来呢被评价为是共产党内的一个温和派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哈维尔这样的人在他的治下还能活着的一个原因 当然把他抓起来了 但没弄死他应该说呢 他还是算相对比较温和的 但他又是党内的一个保守派他拒绝改革 因为主要也是苏联那方面的压力 胡萨克呢在1987年被雅克什给接任了 胡萨克呢算是温和派那这位雅克什什么人呢他算是改革派 他是格尔巴乔夫坚定的支持者 他支持苏老大的那边的老哥 所以呢我们也能想象 为什么到了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博弈 雅克什最终做出了和格尔巴乔夫同样的选择 自己辞去了总书记 整个的结供放弃了所有的权利 你像我们平时在历史的舞台上 我们经常盯着像哈维尔等等啊杜布切克这些正面的人物 但是事实上 如果没有这些反面人物的历史作用 那些正面人物他是成功不了的 所以呢客观的说最终的结果 最终的杰克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这里面 也有这些反面人物的作用 也有他们的努力 是大家合力的结果 大家试想如果在杰克的这些人啊不管是胡萨克还是后来的雅克什 是中共的那些人的话 那前面说的这些正面人物你再怎么努力你也成功不了一个你也活不了 说到那位胡萨克呢1991年他就死了 这个呢没有来得及对他进行清算 说到杰克共产党后来的几经改头换灭 逐步呢他们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到了1993年的7月 杰克的议会宣布 杰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犯罪的 可比的组织 给他们定了姓 一直到2020年的11月4日 斯洛伐克的议会宣布 从1948年到1990年期间执政的 杰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以及他们在斯洛伐克的共产党的分布 是犯罪组织 等于到这彻底终结了 当然后来呢有部分 杰克的党员自己又搓了个党又搞了个党 但基本的那都是哄着自己玩 基本就是一个老年人俱乐部 没有任何的政治影响 说到后来最后终结的这个掘墓人 雅克什后来几次被起诉 但是好像他得到了某种的默契和照顾 毕竟当年和平交出权力是有功的 所以这晚年的雅克什没有蹲监狱 他住在一个舒适的别墅里 平时撰写回忆录 政府最后给出版 政府掏钱给他出的版 并且呢他在一些严密的监视之下 接受了西方的 一些采访 善终吧 就算还可以 最后呢我们说回到哈维尔先生 哈维尔呢当了三年的 杰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 后来呢杰克和斯洛伐克两边和平解体之后 说到这段过往呢我们把它放在斯洛伐克的那段故事里边 一块再给大家介绍 在这之后哈维尔又当了两任 也就是10年的 杰克的总统 加起来 13年 应该说呢这是世界公认的啊 哈维尔那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先驱 但必须公平的讲呢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总统 你像在他离任的时候那民调还剩55% 当时的批评的声音那还是挺多的 说到这一点呢好像是有共同性的 你像南非的那位曼德拉 波兰的那位瓦文萨 包括韩国的金大中金永三两位金先生 以及后来缅甸的那个昂山素姬啊把这些人都算上吧 说到这位这些民主先驱 当时呢领导民主革命的时候大智大勇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但是后来当了总统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呢 基本上表现一般有的那表现还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说呢这不是一股劲啊 这不是一件事 但是说到哈维尔先生这可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富 为什么呢 他把自己给搞成了一个虚伪总统 在他当初主导设计的这个体制中 政府的总理那是政府的主要角色 是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来决定来推出的 而不是由总统来指定的 而总统呢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投票选出 说到总统的权利 他们的定义是 是象征性的 但又是重要的 可以说是位高责重 但权不重 说到总统呢可以把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到议会 我认为不对 要求议会重新审议或做出修改 但你无权否决这个法案 当然呢作为总统他有一个重要的权利 那就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 宪法法院的那15位大法官 这就跟美国的最高法院那个意思差不多 他可以提名 但是要经议会批准 宪法法院的院长这是要由总统来认命的 这15个人我提名了 你们都批准了 在里边我选一个人在里边 在当最高法院的院长 这个宪法法院的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 和议会的所有立法 三权分立吗 予以批准或者是最终否决 这等于也给了总统某种间接的但是重要的一种权利吧 说到哈威尔先生呢他是个非常自觉的人 多年以后 即使是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 当大总统的时候 他也从来不去组织或者在背后去操控那些政党 他开始缔造了一个民主政府 但他走后 身后留下的 仍然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民主政府 说到这一点 可是非常不容易 哈威尔当总统的月工资 这就是当年他自己给自己定的 差不多是5万人民币 有到杰克旅行回来的台湾朋友回来吃惊的跟我讲 哈威尔一个月的工资是20万台币呀 你算呢 5万人民币 还不到可能 一年算下来不到10万美元 杰克的历史上记载了这么一段 那就是在哈威尔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周 马上就到点了 就不干了 最后一周的时候 杰克国会开会讨论 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 那就是总统的退休待遇问题 因为哈威尔是名选总统的第一个 所以说这个以前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当时是有一个提案 按着一般民主社会的惯例 支付每个月约2000欧元的退休金 每个月2000欧元 然后呢政府无偿提供一个办公室 供他来使用 同时呢有专用的轿车 有一个安全警卫 以及一个终生的 全职的司机 一直用到哈威尔 你比如说用到你生命的终点 当时就提了这么一个法案 结果这个法案就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最后的结果在反对党的联合坚决反对下 这个提案 被拒绝 也就是说呢哈威尔作为捷克历史上第一个体面退休的民选总统 结果没有得到在民主制度下一个总统退休最起码的应有的待遇 连这个也没得到 大家说到这位传奇的故事就太多了 以后呢我专门找一期专门给大家讲讲这位老哈先生 这个是他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包括他太太的故事 包括他的生命 最后的时刻 最后他得了肺癌 原来呢老敦监狱啊因为对他还算比较优待允许他抽烟 你想关在那小号里边那还不得使劲抽 另外呢在那个酿酒厂又黑又暗在那地下室里边他也经常大量的吸烟 最后他是肺癌死的 他太太呢长得非常好看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片段将来有机会跟大家一块讲啊 在他去世的时候有很多呢国际的著名的领导人对他呢都有些评价 你像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哈维尔毕生贡献给了人类的自由 共产主义多年来试图打倒他 消灭他的声音 但都 没有 做到 说到我们很多人都来自共产 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卡梅伦这句话背后他意味的是什么 能够做到哈维尔这样能够做到这些那是多么的了不起和多么的不容易 一段令人激动的过往 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说实话我是真的不想让今天的故事结束 当年那场美妙的天鹅戎革命在那里面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伟大人物 他们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去到布拉格 那本来就是我昏迁梦绕的一个地方 将来我一定要站在哈维尔先生的塑像前 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很遗憾 我们曾经拥有过像布拉格之春一样的六四 有过像哈维尔先生一样了不起的刘晓波 有和那个七七宪章一样的零八宪章 包括我们甚至也有过像雅克什一样的那位赵紫阳 但是呢说到底中国人民到底不是捷克人民 捷克人民在布拉格之春20年之后就开出了这朵民主的鲜花 而在中国呢 六四到今天已经过去32年了 现在还有多少人的心里还保有当年的那颗种子呢 还有多少人还怀有当年的那种渴望 那种梦想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